宝可梦 珠子 我的最爱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比雕大叔 欢迎收看今天的通关视频 书接上回 我们呢 收服了这个 也不算收服啊 我们就是拿到了 顾勒顿 然后呢 来到这个塔顶 眺望一下远方 看到了咱们的母校 那么现在我们就朝着那个 母校的方向前进 看一下这边 这两只都是我们抓到过的 所以说不用管他 围绕这个灯塔 我们走一圈 看看有没有什么新发现 有一个球 火力碎片 哦 这个 这个道具是非常关键的道具啊 这一路上我们冒险肯定是凶多吉少 必须要有一些火力碎片来助咱们一臂之力 好的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区域 叫做南地医区 哦 对我们宝可梦讯人家来说 短图小指 嘿嘿 向我发起挑战啊 现在他不会跟我们眼神四目相对 就开始对战了 我们要走过去跟他对话才能发起这个 对战 咱们是老规矩啊 先咬尾巴降低他的 户防 然后呢我们再 通过咬碎来给他造成重创 哦 太帅了 直接一发入魂将其斩落马下 他这个团猪猪估计还没有学会重新技能啊 没有对我们造成一个克制伤害 诶 反正这一座我们就不轻易出手啊 直接就丢球 这样的话我们既可以 得到一些交换用的筹码 还可以得一些经验 同时呢他掉的那些材料 是我们这一座制作技能机的一个关键啊 一些材料需要合成 技能机 这一座技能机需要合成啊 不能直接剪 也不是不能直接剪 就没有地方买 你剪到了只能用一次 用完就没有了 哦 可达压 好小哦 这个怎么路 路利利 反正前期的话 这些没到时机的 我们直接丢球 大概率就会直接抓到啊 不需要削弱他 哦 这个是我们之前没有抓到过的啊 所以可以开一个图简 水珠宝可梦 那我们现在 现在一路抓过去了好像 这个通关的流畅性有点慢了 要不要考虑先把剧情过了 然后专门回头来把这个图箭给他集齐 不然的话这个剧情推动太慢了 对不对 这些钱带的我们都直接丢到那个电脑里面 不用随身带 我们随身都是带全新的精灵 我们之前就讲过啊 哦 可达压 可达压那个毛的质感 看起来还是不错啊 呦 我失败了 这是我们人生第一次抓没抓住啊 一球没抓住 魔爪这个技能不错啊 我们可以把他那个什么替换掉摇尾巴 因为摇尾巴是降低对手一段物防嘛 我们魔爪是提升自己的一段物攻 这样的话 就算对手有多只精灵 我们也可以通过强化 不是弱化对手啊 强化之身 出门在外只能靠自己 哦 可达压这个封面 可达压这个封面也太搞笑了 这边基本上都是一些水系宝可梦啊 靠着靠着这个小湖 这边棲息地 现在前面这个像加油站一样的东西啊 就是我们要路过的一个什么镇 那个名字叫啥忘记了 诶 这里还有那个狗仔包 还有这个爪王 乌波乌波啊 这个乌波是地区形态 这些都没有什么特别 特别新奇的道具剪 都是一些精灵球啊 还有一些 药 解撞他的药 乌波抓下 哎呀 诶 那我怎么 那我怎么遇到这个水里面的人啊 诶 直接把他打死了 诶 怎么直接把他打死了 诶 怎么直接把他打死了 诶 诶 这什么意思啊 這個 沒出發戰鬥 這是這什麼啊 現在我們做一個萌新還沒有完全完明白啊 我想抓那個霧波但是他直接把他打 哦 那這個是不是一個傳新的模式啊 可以丟出來自動給我們打怪升級的 你能打贏我我就告訴你一些秘密哦 學生馬琳娜 我們這個學校是一條龍嗎 小學生跟中學生都在一個學校裡面 我方在這派出新野妙羽技戰 直接秒 五級等級又是可惜秒不得 對方使出了魅惑之聲給我們造成了危險的重創 收藏好的 來這裡還有一隻巫波我們把它給收服 現在我們隊伍裡面還有幾些啊還有幾隻錢袋的我們把它替換掉 在地盤爭鬥中落敗而到陸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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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也不是被弱炒了啊 這裡直接把這個錢袋粉蝶蟲給它替換掉 這個是胖丁小胖丁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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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丁 哇這麼強嗎 七級了 感覺我們現在這個一球超人越來越難做了 一把一魂 哎呦我的媽 唱歌沒有中啊 唱歌50%命中率沒有中還是非常的合理 但是我們丟了三個球還沒有抓到就非常不合理啊 我的媽 數值玩家 他不是玩家他野生的 給我中 這什麼啊 他仿效仿效我丟球嗎 仿效他上次用的技能唱歌 這一次成功的命中我的媽 完蛋 鬼的爆炸 這 寶寶心態都抓不到嗎 不愧是擁有古代種的寶寶電影啊 這個寶寶丁 後期 他這個古代形態跟這個原始的沒有半毛錢關係啊 不存在 進退化關係啊 是傳新的一隻寶寶夢 哎 這個是那個 沙奈奪 沒有沙奈奪 只有艾魯雷朵 沒有沙奈奪呀 但是這我們就抓一抓 你看這些多少裝啊 這樣才合理嗎 這個才十級都不到 有什麼資格從我的球裡面跳出來 拉魯拉斯 好的 他可以用頭上紅色的腳 敏銳的捕捉到人類的感情 也就是傳說中的羈絆 可惜你沒有機會跟我產生羈絆 我們再把這個狗仔包抓一抓就走了啊 這樣剛好我們身上的所有前代精靈都可以有有替換掉了 全部都是這個柱子裡面傳新的寶可夢啊 之前沒出現過 新的地區 新的冒險 新的精靈 新的精靈 狗仔包 Get 土吸中包含著酵母 可以讓周圍東西發酵 狗仔包 加入同行 把這個 現在只有這個小劍雀 也就是六代加盟鳥給它替換掉 那麼刑期至此 我們的 這個通關隊伍1.0成功的組件完成啊 哈哈 沒有東西了 我剛剛看到這個池塘裡有鯉魚王 但是呢 怎麼樣跟它蹦 是不是 還是像原來之前一樣去搞一個釣竿啊 出發巨警了 哎呦我們這裡浪費了一點時間 喂魚雞蛋雕樹這邊這邊 這邊 現在Nemo不知不覺已經跑到我們前面 現在應該他作為工具人 向我們介紹這個看似加油站 但不是加油站的東西叫做 就是阻止這個帕迪卡地區的精靈中心啊 是戶外的 好的歡迎來到寶可夢中心 歡迎光臨 我會為大家恢復體力 這個好友商店是用來購買 捕捉寶可夢精靈球以及商藥 也可以用 聯盟支付點 簡稱 Lp Leak Point 可以製作招式選擇器 剛我們說呢 就是這些 我們打野的時候啊 會掉一些材料 用這些材料呢 我們用這個機器 就可以合成一些 技能機招式啊 就是一次性的 你用完了就沒有了 所以說你要不停的刷怪 這個 東西我覺得非常的 讓我感到難受 因為我幹嘛要去刷這個東西啊 你直接 讓我在一個地方買齊了多好 我就可以直接 開始對戰了對不對 我現在如果要培育一隻精靈 我還得去幹這些 雜事 這合理嗎 這不合理 必須要點一個 點一個反向點讚啊 我剛才他 我們那個 雨姿疫苗啊 我把它丟出來 他直接把 他直接把那個野怪給打死了 就是這個 Let's go Let's go模式 自主對戰啊 叫做自主對戰 還是不是特別 習慣用這個東西啊 這個是傳新的一個模式 按R鍵 就可以把它丟出來 好的現在我們 在這個地方稍作修整之後呢 我們要往 我們學校所在的桌台式 來台桌式 進發 現在這些路人MBC啊 都沒有排詞了嗎 就是慢慢走吧 再跟他說話 就沒有進一步的對話了 這個地方叫平碟鎮 是我們 去到學校 的必經之路 小攤賣一點冰淇淋 來騙一騙學生的錢啊 哇 學生的錢是最好賺的 一個冰淇淋 隨便搞幾個口味 哎呦哇真的是 一夜報復 再也不抽吃穿了 哇這個大嘴鎬 你看非常的巨大 所以說這個地方 這個寶可夢跟人的這個比例 做好一點的話 這個生態系統 就是傳說中的生態系統 哎我怎麼卡了 哎我怎麼走不動啊 哎我卡了 我跟他說一說話 我本來想聽他叫 看他是怎麼叫的啊 他現在還可以叫 但是我我動不了了 他對我使出了黑色目光 哈哈哈哈 我無法換人 我真的服了 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 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啊 我應該怎麼辦 重啟 我真的服了啊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啊 所以說一開局我們就 呼籲大家 推薦大家 建議大家 一定要把自動存檔給開起來 不然的話像突然遇到像這樣的事情 怎麼辦 呼都沒有地方哭啊 聽說有的人 玩了五個小時 居然沒有存檔哦 真的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你看現在我們回檔回到了這個精靈中心 設為目的地 好在是剛才那些劇情都講完了 我們作為開放世界遊戲啊 設定目的地 就一定不要往目的地的地方跑去 這樣才叫開放世界 我目的地一設 我直接 避開那個方向 對不對 往另一個方向去搜索 去探險 看能不能夠觸發 分支劇情 南地區現在還是南地區 他現在這個 區的名字 不是好記啊 這個什麼東南西北 123456區 沒有一個名字 很容易迷路 這裡我們撿到一個輔助力量 這種 他這座的那個技能機 還分兩種嗎 一種就是那種 多次用的 得到一個糖果 一種是那種多次用的 還有一種是那種一次性的 劍盾現在也是這樣 現在還不知道 不用管他 剛才南地區 這裡也南地區 那你有必要再顯示這個東西 這裡都是一些抓到過的 之前都抓到過的 現在這個學校附近應該不會再有什麼傳新 都沒有還真有 巷子葵 巷子葵總之 我球快沒了 我球快沒了 我會抓不到吧 我相信你絕對不會的 這個巷子葵總子 這個巷子葵總子 其實我覺得可以給一個地區形態 然後那個 主性組合 炒加火 像日葵嘛 有一個火屬性也是非常合理 我們從這個地方可以繞到學校了 可以直接丟球 但我睡著了 剛才被那個寶寶丁唱歌給催眠了 我快抓不住了 他這隻 會重置抵抗 我有點頂不住 我感覺要跪在這裡 好的 我們成功的吃下他一發傷害 這麼拉垮 這個不播 啥時候進化呀 這個技能不行啊 會心一抓 絕對會心一抓 一發入魂 將其抓落球內 對 ef 有 於